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少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已经 大夫啊 麻醉师 麻醉师啊 就厉害了 学生 学什么呢 对 学菜物管理 你要分开是吧 对 为什么呀 因为他做事特别幼稚 而且他做事情从来不会去考虑我的感受 他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嘛 也没有找工作的迹象 然后特别不求上进 我妈现在也不太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 再等等呗 我不考虑你的感受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刚进单位和领导同志在一起吃饭 那天喝醉了 让我去接他 后来我俩回去的时候 他手机响了一下 我看到他手机上发了一条微信 是他领导给他发的 上面写着刚才聚会的时候 我不是有一本 对不起 我当你听着绝对就有事吗 后来就找他 他到底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后面我跟你解释过了 我说就是因为大家喝酒嘛 喝挺开心的 然后就主任就把我搂了一下 后面那个主任可能看我也不太开心 所以后面他就发微信啊 然后跟我说不好意思什么的 毕竟他也道过歉 他第二天直接跑到我们单位去 找我们主任去闹事儿去了 我闹事儿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不要说是为了我 后来我一个礼拜扣都没有上 我去找他 就他在单位门口 我就害怕他被别的男骚扰 你是在单位门口蹲点还是 他就在单位门口吃喝都在门口 就不走了 我赶都赶不走 不是是在你们麻醉科科室的门口吃喝 还是在医院门口吃喝 麻醉科门口 我当时就在那平常病人的座位上 我当时就在那看着他 我还怕他被别的男骚扰 他就跟有 他还怕叫保安把我赶走了 你叫保安干嘛呀 人家一普通病患坐那看个病 你轰人家干嘛 他不只是就像普通病 他要像普通病的话那就好了 他在门口待着 然后他首先他让我删立脑的微信 删了微信之后我下班了以后 他不让我跟同事走 不让我跟同事去吃饭 然后他还比如说有男的跟我说话 或者什么的 他就瞪人家 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觉得他这种做法 俩太幼稚了 有说有笑的 那同事我跟他哭吗 我跟他哭着说话吗 我不得笑着说 你就在那看着 那就不是正常关系 那一周以后呢 怎么又回接的呢 我没办法 我就让保安把他拉走了 因为他在门口待着 我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他的特别多心 他总说我多心 每一次我约他出来的时候 他说他得忙 你说一次两次 他也就算了 你说天天如此 通过一个礼拜的蹲点 你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吗 就平时他的一些同事 去像比如说 在跟他在一块 在这两人有说有笑的 然后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会和男同事在一起 我就在华人在看着 我就感觉特别委屈 你委屈什么呀 我都在帮坐着 你现在给我这样的 他就当我个没事人一样 我就跟同事 普通同事说话都不行了 他就形容特别寡张 特别多心 就是因为他多心 而且他特别喜欢玩小孩子的把戏 他装病骗我出来 上次有一次我在上班 那阵课里特别忙 然后他给我发微信 说他发高烧了 特别难受 我就赶紧请家去看他了 结果一回家 他穿着整整漆漆在家里面 坐着 说要带我出去玩 然后我摸他头 就没有发烧 我那都不是为了多两时间 他能在一起吗 你可拉倒吧 你每次都这样 我工作不工作了 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撞 我还有我这个玩意儿 我做那么多的变化 为你好 就去看电影 或者去干嘛的 他说他生病 约你看电影实际是吧 对 因为我们那段时间 不是比较忙吗 就没时间陪他 结果后面有次他更过分 直接订了四个小时之后 去南京的机票 他都没有提前跟我说 我当时就为了给他个惊喜 我当时就去他家 就跟他说 宝贝 我们四个小时以后 然后就去南京 对他说 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 然后他当时 直接把我手艺水 他说你有病吧 我觉得他做事情 特别不考虑我 他应该提前问一下我 对不对 我工作不是那种 就说走就走 我走了 你说人家病人手术不做了吗 病人病不治了 是不是 你要提前给我说 现在买了机票 结果我去不了 然后我让他一个人去了 你说另外一张 是不是就浪费了 我觉得特别可笑 你现在 不然你自己去了吗 不然我自己去了 玩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挺好的对你 在乎你 又想给你惊喜 我每次说他在乎他 他都不说 他说你拉倒吧 你就爱玩 你怎么怎么样 对啊 他就特别爱玩 他平时就出去 吃吃喝喝的 然后每次跟我朋友 一块出去吃饭 他都要抢着掏钱 你说他现在 还没有工作 大学也还没有毕业 我不有兼职了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那个兼职 只是暂时的 不过只让他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也就稳定一点 你说对不对 毕竟你已经快毕业了 他到现在 根本就没有 想要找工作的意思 我之前有一个机会 去外地工作 但是他当时说了 他不支持异地 所以我当时就把他放弃了 还有一次 之前是家里人 有提过出国的字 就因为他 我也放弃了 你知道吧 他说他要出国 他也不去上什么雅思 然后根本就不去上课 他之前说了 他要考研嘛 然后后面说不考了 说是为了我 你连书都不看 你就算没有我 你觉得你能考得上吗 因为当时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 我想多点时间去陪你 当然已经放弃了 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了 真的 所以他要分手 你不想分是吧 付出那么多是吧 特别委屈是吧 是啊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真的 他每次出去 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他就跟我朋友说 那样的 就动不动 就在那里哭诉说 你看我 我对他这么好 他总是不领钱 怎么怎么 所以我朋友都在那劝我 我来这也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想跟我朋友说 我跟他分手 并不是因为我把他怎么样了 只是因为他有些思想 有些做法特别幼稚 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希望他变得成熟一点 你说这么多 无非就想跟我分手吗 每次遇到工作的事情 我俩都吵架 上次看电影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看电影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他 然后我就说 你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 然后他就直接电约了那么多人 他就跟我在那又吼又叫 又发疯了一样 后来我跟他道我钱 我还给他买一大树玫瑰花 和一条水晶项链 我当给他配道钱了 他一直拿那色给我说色 他每次我们俩一吵完架 他就买什么花呀 巧克力呀 什么礼物过来哄我 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哄小女孩 我现在这个年龄段 我觉得已经要 就是考虑到结婚这个年龄了 我也想跟你考虑结婚呀 你呢 你先跟我闹分手 怎么结婚呀 那是你每天太多心 而且你做法 让我没有办法忍受了 他做什么你不法忍受 之前有一次 然后就是我在吃饭嘛 然后跟我朋友在一起吃饭 他就非要来 然后他来了以后 他就说 他就说什么好久没见我 又怎么怎么 就那种特别阴阳怪气 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呀 这我朋友在一块说 你说说这些干嘛 你说说些开心的嘛 然后他就不愿意 就跟我在那吵 然后结果吃饭又吵起来了 然后吵着吵着 然后又说到工作的问题 你看他平时都陪他朋友吃饭都陪我 不是不陪你 我需要正常的交际 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 分了吧 舍不得 那你跟他说说你的工作规划 我跟你说 我们俩没有未来 我妈现在也不同意 我说就不是你妈不同意的问题 就他去这台圣词 他竟然可以背着我去相亲 没有那只是为了 稳住我妈吃个饭走个过程 你怎么知道的呢 那天我跟他打电话 叫他吓唬吃饭 他跟我说他陪闺蜜去了 然后我当想 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吧 后来然后我路过一家餐厅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跟那男的 因为我家两家里也比较近 我就看到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吃饭 我当时就觉得情况就不对 然后我当时就冲进去 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冲进去了 他这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 你说他做法是特别优质 他冲进来 特别坑的 还要打那个男的 那你也不至于背我去相亲吧 而你相亲你就给我实话实说吗 我别的这不算相亲 我只是走个过程 我没想跟他怎么样 如果是你之前 如果你好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也好跟我妈说 我不再我别 我只不过不希望你骗我 他不是还没毕业 他怎么找工作 他现在可以提前开始投简历 去面试 你们俩认识的时候 他不也在学校里吗 对 我说是最近 就是最近的时候 就是反正你肯定是不跟他过了 对 因为他简直 现在变得特别无法忍受 他自从知道我妈 就是不让我跟他在一块了以后 他每天变得特别特别 那我变得都为了谁 还不都因为你 你不要说为了我 行不行 他们变得就是跟之前 就完全不是一个人 那你母亲怎么知道 她这些种种劣迹的呢 谁告诉她的呢 主要有我妈觉得她年龄太小了 而且还没有工作 不太实际 就觉得不成熟 是吧 你见过她的母亲吗 我见过 怎么样对你印象 你自己感觉 我第一次的话 就是还可以吧 但后来的话 就是反正我看了心里不太舒服 你父母见过她吗 我父母也见过 对她印象好吗 还可以 工作的事有什么打算吗 工作是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了 我自己暂时没有抱着和打算 没打算 但是万一我平时还在忙兼职的事情 兼职做什么呀 兼职的话 平面模特 然后还有些淘宝 开淘宝店什么的 也没闲着是吧 对的 也没有闲着 要不然我平时我一个学生啊 我怎么可能去请客 请他同事吃饭啊 买那么多礼物呀 他每次就会买礼物 每次就会买礼物 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只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给自己未来有个规划 然后就是我们以后 你能有一个那种清晰的打算 就有条路能让我们走 你现在完全让我看不到 你现在无非又想让我没有工作吗 想跟我分手吗 想让我没有钱吗 我不是想你没有 他特别肤浅的 他每次说什么都说到钱的问题 其实工作他也挣不了赚钱 只是我只希望他有个稳定一点 他这样特别不稳定 而且完全没有让我有种安全感 就你觉得不踏实跟他交代吗 对不踏实没有安全感 能踏实吗 为了他我愿意踏实 要不为他你踏实吗 滚 还小的22岁 确实也没成熟 没有 我总觉得他做事情就是那种 越来越无可救药那种 就是太夸张了 像就是去年过612童节的时候 612童节 你说他不仅就是他只要是节他都要过 每个月一次情人节他也要过 611童节也要过 他611你们怎么过呀 他611他让我就是我们俩出去 然后他买了一个大奶瓶子你知道吗 然后我跟他抱大奶瓶在大马路上 就装那种大baby跟傻子一样我觉得 别人都看完那么大了 你说我们俩那么高 站在马路上飞两个奶瓶子 我那也都变成发让你开心嘛 你自己这么大个男生丢一个大 就说回归同去嘛 工作能不能让他放松一下 不能让他开心一下 你说他想法是特优质 也挺好的 就这只会有点 新颖嘛 我没有觉得有多优质啊 反正逢节就过 对啊 就是你挺想跟他逆骨在一起的 是吧 是 他过节他然后给他送礼物 就是他给我送礼物 我就必须得给他送 你说我平时上班那么忙 才那么多节 我不可能每个节都跑去 给他挑礼物 我要是不给他 他就跟我闹脾气 那我不最后也没有 让你给我送礼物嘛 那是因为我觉得 送礼物没有意义 我是希望你有时间 去干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您是怎么界定的 就比如说去找工作呀 什么他现在就是 他都已经快毕业了 我现在平时大部分时间 都在学校里 怎么去找工作 行吧 这是一个想实实在在地 过日子了 另一个还想让我们浪漫着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结婚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打算等我毕业了 找工作 工作稳定下来 我再跟他结婚 大概是多久呢 两三年的样子吧 两三年的样子 特别着急结吗 不是特别着急结 他主要他的种种行为 他不知道我妈不同意 他会变得特别颓废 成天喝酒抽烟 他一喝多了以后 就跑到我家去闹事 又哭又喊 就是大晚上的 跑到我们家去 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 你不要说是因为我了 行不行 跑到你们家去 对 跑到我们家去 又哭又闹 搞得就左铃右舍 都睡不好 在家门口 对 在楼下喊 喊什么呀 就耍酒疯在门口 我当就喝多了 我跟他说打了电话 我就说他下来 他不下来 然后我在楼梯下就喊他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那都几点了 别人不休息了是不是 那我说我当然都喝多了吗 喝多了就跟 至少七八次 然后我朋友不是看不下去了吗 我当时在也没有办法 因为知道你妈不愿意 不支持咱俩 那你也不能这样 我朋友看不下去了以后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找他 就给他好好说一下 然后我就去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约他出来吃饭 他就在那个饭馆里面 就头也不洗 就医生特别拉他 胡子也不刮 就坐在那儿 然后抽烟你知道吗 我当时那段时间 真是我们所有的黑暗的时期 我觉得刚才在这吃饭 都特压音 他抽烟边抽边抖 然后他还说什么 他跟我朋友说 什么我一跟他说分手 他就心疼 然后又呼吸不上来了 就各种变 每次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 我感觉心脏 特别感觉真揪着一样疼 以前谈过恋爱吗 大学上来 谈了一次恋爱 我再也没谈过 也是这么谈的 差不多 就轰轰烈烈 那两个人在一起 不都应该这样的吗 一搏三折 还要撒点娇 闹点脾气 是吧 那都因为我在乎他 好 反正我现在跟他在一起 特别压抑 就那种一刻都不想 跟他在一块待了 就是想分手 我喜欢的是踏实 不是一种特别虚幻 这种缥缈的这种感觉 我就知道踏踏实实的 浪漫可以有 不必每天都有 不必尿得特别经常 只是我觉得 有个纪念日呀 或者是情人节什么的时候 偶尔浪漫一下 挺好的 但那种浪漫多了 我真觉得那不是浪漫 那就是病 今天是谁要来的 让他要来的 他给我朋友打电话不分 然后又装病 就我之前说那种 各种哭闹 然后又心里心不舒服了 然后又是要吐了 然后又头晕 又呼吸不上来了 就那种各种燃 作为一个麻醉医师 你怎么看待他这些症状 我觉得他就是有病 太幼稚了 完全不适合我 所以你今天来这儿 实际是通过这个节目 要告诉那些朋友 对 你们分手是因为他幼稚 对 并不是你 就因为这次要上节目 那我能怎么办 我分你分吗 我真的不想跟你分 好好好 一个坚决要分 一个坚决舍不得 一个说你踏实点 一个说浪漫有错吗 老师们 你们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郭导 有点晕是吧 现在他们怎么都这样 年轻人 我也都能理解 因为我经常写剧本 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分裂的人 我的内心有两个我 一个很像你 一个很像你 但是我这两个我 在我自己的心里边承载着 所以弄得我经常觉得自己有点精神分裂 我也刚好 我也觉得我快都要精神分裂了 这个女嘉宾需要的生活 是一部温情的生活 你一直希望你的人生在演着动画片 所以你们俩的差距确实是很大 你们是男女朋友 还没有结婚 结婚 家里有些反对 然后年龄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个人劝分手 不管未来是什么呀 可以先暂时分一段 彻底真正的分开 你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不是要他 如果你要他 你要做怎么样的改变 你也是一样 真的彻底分开了 如果你突然你有他那种感觉 你说我跟他分开了 我心疼 分开了 真的分开了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你真的觉得你心疼 那你是不是可以陪他一起过动画片呢 那是半年以后的事 那么如果你分开了以后 人家没有心疼 你心疼的更加厉害了 你决定永远放弃动画片 去过生活剧的话 那你就要改变 你就要去认真的 去适应他希望打造的 未来的生活的模式 包括他的母亲 如果你要真的是想让他变成 你的未来的丈母娘 你怎么可以对人家 对你的看法题意见呢 本人当年能娶到月丽娜 也是过过丈母娘这一关的 我太太曾经很严肃的跟我讲 如果我爸爸妈妈不喜欢你 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于是我就在家苦练厨艺 然后剪掉了别人不喜欢的长发 我那时候以前长发在这 身上穿的所有背圈都是我手绘的 但是我岳父岳母肯定很明显不是艺术家庭 所以我就剪掉了长发 我得去适应 你是必须要去适应的 所以最后你看我们结婚了 二十几年的婚姻 生了孩子都非常的美满幸福 你必须去改变 所以我觉得暂时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分开认真的冷静 你如果真的是一提要分手 你就心脏什么都不好 你就觉得自己头晕了 恶心了 有的挫折就觉得不行 这是不行的 这一定要跨过这个坎 人生要经历过的 将来你自己要承受的 除了爱情以外 还有很多更你过不去的坎 如果一到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就接受不了 那你将来怎么去面对未来的那些年的路呢 更坎坷的道路 你怎么去面对呢 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理去适应这些 去了解这些 我觉得暂时可以分开 然后感情到底有多么深厚 看一看分开以后 两个人各自的心理 到底是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 那如果说就真的是彻底分开了 但是这一年多 你们有这样的回忆 我相信有一个人 守在你工作单位门口 一个星期 这么样的事 你肯定也终生难忘 那么也希望你们分开了 一辈子都还能做朋友 好 谢谢 谢谢郭道 张老师 小黄 我年轻的时候也失过恋 你那种心疼的感受 我有过体会 但是你们俩这一对恋情 得不到我的祝福 因为我觉得你们在一起 会互相折磨 我觉得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它应该给两个人带来的都是快乐 但是我要告诉你 爱情不是得到 不是占有 不是一厢情愿的 它应该是希望对方好 现在你的爱给他带来的是痛苦 如果你真爱他 你就放手 让他更好的去生活 一致意见是分开 杜老师 我已经失恋不懂爱情 我已经失忆不懂人生 在我看来 一个女人如果真正爱一个男人 会陪他走过那段幼稚的时期 陪他慢慢成长 虽然这样做极富危险性 但是 如果这个女人是真正爱他的话 他会付出 因为这就是爱的代价 但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生的话 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成长 让自己更可能的面面俱到的 去保护对方 所以说其实你们两个人 我的意见也是根本不是 我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女生如果在找了你所谓认为的那种成熟的男性的时候 一定会怀念当初这个男生带给你的热烈 而这个男生如果继续和你相处下去的话 肯定日子也会越来越惨 但是坦说的来说 我挺喜欢他的性格 如果从青春的角度上来说 青春是无处安放的 他必须要燃烧 他倒显得纯粹一点 他爱就爱了 赌就赌了 闹就闹了 因为他毕竟年轻 我想最初你找他的时候也是喜欢他的青春 喜欢他的个子威猛 高大 甚至有点幼稚的那种可爱 但是现在 你又想要那种成熟的 但是你真正要到成熟的时候 你又会怀念他的青春 所以你 会比他 过得更加苦恼一些 还是那句话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人才 在别人那 他可能是个大宝贝 所以你们还是分开 寻找适合自己的人 谢谢 谢谢陆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其实生活本身是挺纯粹的 没有对错 你追求你的 那个没错 他追求他的也没错 你明白吗 可是 如果这个人不欣赏你这个 这一切不都显得特别荒谬吗 我就在想 就是幻觉啊 就他在说他的种种时候 突然在想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女孩子 突然应该记得吧 每个情人节 他都要过 跟你一样 每个情人节 他都给男朋友送礼物 也要求男朋友回送他礼物 每个节日也一起过 我在想 如果你要是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你们俩是不是能够特别幸福呢 应该会的 人不对的 没有什么对错姑娘 提醒你啊 谈恋爱一定会失败 就是很少有人说谈一个就一辈子 特别少嘛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把他当成一个人生重要的经历 留下来 这个经历的名字叫挫折 我特别希望今天门在打开的时候 你能够像一个男人 青春期的男人那样 有点刚性 你不要我了 是吧 那我走 有一天好了 我再来追你 这大概也是老师们所说的 沉下来 先活出自己吧 好了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看看怎么选择 都冷静下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之前做的 是我不对 给你了 造成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机会 我会努力变得成熟 希望你能够一些时间 陪我一起走过这段日子 我现在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你说你会改变 我等了这么久 你都没有变 我也等不了 我再考虑一下吧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没有 明白了 听明白姑娘的意思了吗 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痛死了也得往前走 不走回头路 记住这话了 记住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一队有两岁年龄差距 女生比男生大 一年多恋爱的情侣 我相信在他们未来生活当中 今天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打点日 过去那一段东西 有可能变成他们 共同的一段经历 也有可能变成他们一段 共同的财富 他们自己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们留一些时间 给他们去思考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卡 这一对情侣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女生还是那么坚定 亦或者给男生一个机会 下面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